永远随着李世饶退下去了 乾隆回头吩咐王八尺 你们退到园外去 说吧 向玉亭旁走去 几云愣了一下 莫得一个念头升上来 这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 此时也无从揣测 秉息吻了吻神 快步跟上去 走在乾隆侧盘 不时用目光逆着他的神色 乾隆却似乎有点漫不经心 缓缓移着步子 在一片万年青花盆摆成的夹子 不到头花架间徜徉 莫了在玉亭时街前站定了 抿着嘴儿一声不言喻 这里北边是一带花房 因天气晴暖 房顶的草山都卷接起来 一排的暖墙上密密扎扎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景花卉 吊兰海棠西帆帘凤仙 云竹墨西哥仙人掌 荷花令箭月季玫瑰蝴蝶花 各色各样的草药都分谱栽种 在阳光下占清碧绿 玉玉蕴蕴蕴 娇艳不可芳物 更有从眉管眉或见之茂生 或鸭科交错 心暴如豆 年白黄磊艳色横尘 都洒了水 映着日光像渡了一层透明的琥珀 显得异样精神 几云正看着幕布辖街 乾隆在旁笑问道 几云 你进军机处多少年头了 几云忙说 啊 回皇上 连同进军机处学习行走 整二十五年了 乾隆随手掐一段骨节草 在手指上撵着把玩 又问 二十五年了 是一世光阴 你今年是多大年纪了 陈今年全马尺五十又六 看上去身子骨蛮好的 朕知道 你不胜进古时的 照就还是吃做肉 几云满面陪着笑容 心里提着劲回道 食骨者生 臣哪敢不进古时呢 左传里又讲 食肉者比 未能远谋 所以搭配着进食 先食出入患徒 薄凤不足食肉 先孝贤皇后娘娘 特许臣随侧 随侍卫们进食做肉 其余军机大臣都没有荣誉这个恩典 日子久了 也不好吃得太实在 如今只初一十五 两日吃 以示尽成不忘本 其余日子当值 就在军机处大火房就食 乾隆含笑点头说 能不忘本就好 到时不好吃得太实在 是我的有意思 阿贵和你同岁吧 吉云说 阿贵比臣小一岁 乾隆漫步走着 扶扶大栗花 摸摸龙须草 又到玫瑰丛前 扯过枝条 绣那花蕾 直起身子 穴到一片控场上 摸摸石凳子 觉得不良 就扬地里坐下了 又问 这是什么地方 吉云不知他问话用意 便说 是玉花园 乾隆一阵笑 呵呵呵呵 你和朕打模糊 朕问这片控场 这月台是做什么用的 吉云加了小心笑道 皇上 这是拜月台呀 每年八月中秋 内院都要在这里团会拜月 臣等也常常蒙刺荣语的 乾隆凝视着那座半月形石器的月台 因为年身月酒 月台上的石桌石凳 拜月用的石岸脚下 沿落地的石机上斑斑勃勃 都是暗红的苔藓 还有不知名的枯藤 无声地沿着墙击 仿佛要向人诉说什么 许久他叹了一声说道 这个地方出过一件大事 外间的人绝少知道 康熙四十六年 圣祖爷在这里加研试月 八叔九叔 十叔十四叔是一波 二伯伯三伯伯 十三叔又是一波 就在这里窝里泡 大打出手 他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笑容 徐徐说 为说笑话说恼了的 体尊也没了 脸面也不顾了 那份子天皇贵胄的雍容华贵 温文尔雅都没了 有的打 有的骂 有的吵 有的叫 十叔打得头破血流 十三叔当场要撞结自杀 六十多年了 一晃过去 又是今日 真美到这里 总不禁想起这些往事 几云的心一下子沉落下来 西朝九位二个王爷 为争敌反目为仇 鱼龙翻腹雷霆大作 数十年才得平息 他自幼读雍正的 大义绝迷路 就支支熟悉了 却不知这方村幕后 还有过这样一场 戏强恶斗 但他此刻更不知 乾隆 因何提起这段往事 这是国家不幸 也是家丑 怎么回话呢 第十三章 说公辩 几云不成心 汉纪律提督 整崖务 几云毕竟天分极高 机敏过人 心里一阵紧思量 已经回过神来 一聊跑脚跪了下去说 记得皇上 玉吉之初 吉下旨令天下收缴 大义绝迷路 同时召告天下 从此以宽为正 臣以为 不是这本书 有为爱 诗诗之处 恰恰是他 太真太实了 与皇上以宽为正 人师天下 大旨 有所不合 子曰 民可使 由之 不可使之之 集合大道 亦不可对下于言之 何况此类 天家薄熙 内庭争搅 臣愿皇上 从此不言此事 臣亦从此坚口 我皇上成孝通天 仁义便时还宇 内外法度肃然 天下境内隆至 宗事翻离敦目 不宜以 无畏之私 治劳圣公之神 则是天下之福 臣公之福 皇子阿哥之福啊 乾隆笑道 你起来 这又成了奏队格局了 你是朕的心律弓鼓吗 朕随意说说的 就这么郑重其事起来 几云没有起身 叩头又道 皇上 君无戏言啊 乾隆 嗡了一声又道 起来吧 几云小心 爬起身来 正要转换题目 岔开了说话 乾隆又说 风起于清平之末 也不是朕在这里 无病呻吟 圣祖何等天宗英明 晚年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红犯武府里的 中考命 就是阿哥 八叔九叔十叔 从根上说 难道是坏人吗 大力当前 行格示尽 不得已就进了 刚王铁镇 朕跟前这些阿哥 没有早早给他们拆时 一来朕身体康强 用不到他们 二来拆时就是权 给他们权太早 就容易结党生事 但总归不让他们办差 到头来 就会变成一群 一无所能的废物 饭桶 或者像礼后主那样的 只会迎风弄月的 王国之主 你说这事何其难也 几云至此才大悟了 乾隆特特留下自己 是要咨询这么一件 特大的政务 这固然是 人臣难遇的信任遭忌 但也事关 天家骨肉亲情 一言之诗 即使万劫不复之祸 秦二世 胡亥之变 蒙典受难 汉七国之乱 朝措遭诛 说到根上 岳飞惨死风波亭 秦桧只是参赞 真正的缘由是 宋高宗 惧怕这位将军 赢回 灰亲二宗 自古往这种事里搅和的 十有八九 不得善果 其中也不乏 才智卓越的 贤勇之事 他皱眉 思量良久 从容说道 皇上 此种大事为是 圣公独裁 外臣 岂敢妄作迷言 既蒙皇上 垂涯器重 臣有点弩顿响头 直奏不隐 皇上 律得太深了 康熙朝与乾隆朝 是大不相同的 不宜等量奇观 乾隆问 哦 朕世世法天敬祖 以圣祖之法为法 怎么大不相同 济云一顿手说 历朝各代兴替 称祖皇帝的 只有一位 但我朝 却有三位 太祖 是赵姬之祖 士祖 是开创之祖 圣祖 名为守成 十同开创 所以也称为祖 皇上万年之后 只能称宗 这就是不同 他抬头看看 见乾隆笑容呆滞 一个微笑 接着说道 皇上不必为宗 自傲丧 其实史上 最为出类拔萃的 倒是唐太宗 大凡祖皇帝所欲 都是风烟四起 天下放荡之时 扑灭各路诸侯 收服天下英雄 粗定太平 因为收拾金鸥破碎 接的是民不聊生的烂摊子 所以容易建功 我皇上 既圣祖 士宗摩列 发太祖 士祖于序 接的是 如花似锦的大好江山 入之创业难 殊不知 守城发扬更难 皇上文志 汉堂之下 无与伦比 武功直追士祖 圣祖 英明天纵千古一帝 已成定论 这就与圣祖 大不相同 这是一 乾隆仍在笑 但都已不再呆滞了 哗 还有二 几云定住了心 更说得畅若流水 不但有二 还有三 圣祖早立太子 请阿哥协理办差 各拥重拳 当时三藩之乱 既有准嘎尔之变 且有台湾作战 虽为的是安邦定国 有刑事不得已之处 但阿哥九处翻底 又有两立两废太子之变异 就酿成了夺底惨变 圣祖是仁德之主 阿哥 皆非不孝之子 都为刑事所迫 眼成遗憾 金皇上立即已四十年 有金册著名 工藏立储制度 阿哥初则专办一差 入则退居东宫读书 并不知大魏传之于谁 且皇上春秋鼎盛 钱刚在握 阿哥们御华茂德 父子敦牧内宫西河 臣以身家性命担保 断不至有狼子野心 寄予大魏的 这又是与圣祖大不相同的 其三 钱明灭亡 缘由甚多 皇子纷繁而居 护居素参百无异能 也是其一 圣祖反其道而行 各阿哥剑牙开辅 手握重拳 与太子分庭抗礼 彼有好鱼 我有好色 争胜斗其 难分宣之 太子施卫群楼无首 圣族晚年眷政 又有太子丧德施行之乱 阿哥们各自雄俱 才有后来耻部之忧 金皇上独揽圣财 并无分权之举 这又是不同之处 臣愿皇上 物以在位日久自宜 也不宜各位阿哥 这就是天下设计之福了 乾隆听得极为专注 这番议论滔滔不绝 有些事他应不是没想到过 有几云口四悬河 分礼祥遇 顿时心目为之一开 不禁抚膝凯叹一声说 惊当 倘若心怀一毫思念 必定以机密心腹言语 揣度朕的心 左一个调臣 右一个建议 要朕欲作防范了 几云说 记得出入军机处 皇上既有训会 谋国不谋私 举大不误戏 臣岂敢忘怀呢 乾隆若有所思 汉手不语 一时说 朕不是无端起疑 宫里眼下有流言蜚语 说是某某阿哥 格外蒙受宠刺 某某阿哥 已经金策利明 为储君 藏在正大光明的匾额之后 言之凿凿 某口镇尽夜奉仙殿 某日已告太庙 某日和亲王洪之 和侍卫巴特尔奉金策安置 有鼻子有眼的 绘形绘色的传言 这些无稽之谈 这些话传出外臣那里 必定肆意纷纷惊骇视听 不及早杜绝 就演出了党争之火 朕也是不得不关心哪 经你这么一说 朕是求之过身了 几云笑道 怪盗的陈建皇上 圣戎烧见憔悴 莫说工业之间 就是寻常曹野大户 殷石之家 老爷子所见这类话 也会不安的 这类纯属小人造作谣言 乃是鼠妾狗盗的行径 历来是太监们的拿手好戏 皇上不必压个 一公平 更不必大家张扬追索 之所对太监严加约束 申明家法 整数恭敬 萧米反侧乱言仔细 据实破咎 本来没有的事 反而更加张扬了 乾隆轻快地站起身来 伸展双臂 甩晃了几下 笑说 这个朕倒是想到了的 所以接连几天 见这几个二个 一是历练差事 二是给他们一份安心 就这样 你去办你的差吧 今日既有这些话 朕也让你安心 于敏忠是个真道学 人是个正派的 只是处事历史 烧欠干练 傅恒那个样子 阿贵又远离在外 引记善又没了 你们要相帮着 里里外外把差事办好 说着便夺步出源 几云今日见乾隆奏对和谐 功德圆满 原本十分安心的 听乾隆这几句话 似乎于敏忠说过自己什么话 又似乎交代自己 不要对于有什么芥蒂 模棱两可 看虚似时 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但此时情景 时不宜在绕舌套问解释 更不能说于敏忠 处事长短 只好陪着乾隆出源 行礼告辞 至涌向外天接口 看看太阳 又看看怀表 还差半刻不到五十 一头惦记着要再去看望复衡 一头又想是在火房吃过饭再去 又怕午后滋扰了复衡 还惦记着文华殿 四库全书编转房 有几份挑出的为爱书籍 怕立员们不知道 取走边教 重新修订善邪 要费不少事 心里转着念头 犹豫不觉着 听军机处轰然一声称是 似乎会议刚散的模样 一个一个官员 狐不喝腰 鱼贯而出 有的搓手 顿脚 活散身子 有的交头接耳 窃窃思议 有的打哈哈 说笑离去 见几云摆着方部过来 打头的几个 都站住了脚 请中堂安 几中堂好啊 哦 刚见过皇上吗 上回求您的字 一片声嘈杂 问询 寒暄 几云看看 一大半都不认识 只笑着点头敷衍 听见自己的门生 刘宝奇也在里头 叫住了问道 你不是调到 九门提督衙门了吗 今儿开的是什么会啊 你不是调到哪儿开的吗 你不是调到哪儿开的吗 是调到